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个个都是十分的守规矩 作为郭德纲的亲儿子郭麒麟 更是时刻把教养刻在骨子里 在礼书上有这么一种说法 酒满敬人 茶满七人 给华少倒茶一不小心 倒满了溢了出来 下一秒郭麒麟赶忙道歉 表示这杯我喝 随后重新给华少倒了一杯 不好意思 没事 没事 让我喝这杯 没事 一样一样 茶要半 酒要满 而在一档综艺节目上 郭麒麟与女嘉宾合作玩游戏时 她全程都是绅士手 还不忘提醒女嘉宾离她远一点 应着游戏要求 需要将女嘉宾背起来的时候 郭麒麟的手啊 也是一直放在自己的身体两侧 在录制节目时 由于现场阳光过于耀眼 工作人员便想要替在场嘉宾撑伞遮阳 郭麒麟听后立马拒绝